药毛三季度净利降3.6% 高龄福亏超7亿 聪明前减持5000余万股 10月19日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发过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 报告显示 恒瑞医药三季度营业收入69.01亿元 同比减少14.84% 从股东持股情况看 截至三季度末普通股股东数为71.9万户 在8月31日 恒瑞医药股价曾触底44.33元每股 高龄资本在恒瑞医药上的福亏 一度打9亿多元